2月6日二时时许 北部湾航空GX8907航班 顺利从南宁机场起飞 搭载包括广西恢复出境旅游 泰国首发团在内的159名旅客 前往泰国曼谷 航班客座率超九成 就想去泰国旅游一下 感觉那边挺好玩的 订机票没有什么困难 签证我是去那边办的落地签 我都是在那个网上做好攻略的 就自己打印好那个落地签的单子 自己买保险这些就过去了 出境游的开放 为中国游客增添更多选择 南宁是中国距离东盟最近的省会城市 目前南宁机场已恢复开通至 金边 曼谷 新加坡 吉隆坡 马尼拉等 五个东盟国家城市的国境客运航线 每周计划航班量达13班 作为热门目的地的泰国 其使领馆 机场和地培各个部门 均为中国游客的到来做足准备 自从中国这边开放了出境游的政策以后 申请到泰国的签证数量与日俱增 今年1月份的签证量 跟去年同期比是增加了10倍的这么一个量 然后我们现在泰国已经实行了电子签证 是在网上递交资料 大大的增加了签证审批的效率 泰国国家旅游局昆明办事处处长肃红 接受采访时表示 泰国被誉为微笑的国度 服务非常热情 这是享誉世界的 也是吸引游客的一大优势 此外 泰中友好关系 也促进了双方民众的相互往来 促进了旅游业发展 当前 泰国政府和旅游业界都已经做好充足准备 迎接中国游客 泰国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提升 特别是中老铁路开通 为中国游客开辟了一条新的旅游线路 游客可以乘坐中老铁路列车到老挝旅游 再从万象乘车前往泰国廊开府 一睹泰国东北部的魅力 泰国旅游 警察 导游也在不断经济业务 学习中文 为迎接中国游客做准备 泰国旅游部门不断向旅游业界 推荐符合中国消费习惯的支付方式 保障游客在泰国能够玩得安全 舒心 便捷